每年到加拿大花展来 都要先到我的朋友Paul 这里来看看他的小花滩 非常独特 从老远就可以听到 他花滩上小鸟的叫声 我们过去看看 这些都是从泰国过来的 爸爸菲特 他们就喜欢比较潮湿的环境 温暖的环境 他们都 半时生的一些品种 不同的品种在那边 然后呢 有一些是原生的 原生的妥协兰 这些是尼泊尔过来的 有花包已经 绿色叶子 绿色的妥协兰 比较喜欢一些清凉 早晨暗光的环境 这种是菲律宾的 无功男 夏天开花 它有点像那个万代兰 要喜欢强盛的阳光 温暖环境和高湿度的夏天 那时候开花 这里有几种 原生的卡特利亚 一种是那个霸文桑色 它有两个颜色的 是 比较香的品种 然后这种呢 是委内瑞拉的品种 它便是一个 口中里的紫罗蓝色的 大花的品种 很漂亮的 这里有一棵是荧光的卡特利亚 那个花图片 我到时候发给那个石珍老师 很漂亮的一个品种 原生的蝴蝶蓝在下面 这几种都是南洋的蝴蝶蓝 就马来西亚跟印度里西亚的品种 它的叶子像上行样往下长的 很特别的品种 这些是越南的美花石谷 丹州滨卢基基 它的会往下垂下来开花的 喜欢就是早上阳光温暖环境 和那个潮湿的环境开花 对越南品种 像不像 像的 像的 这种是巴拉玛的红瓢虫 红瓢虫的小文心 可能开花 它们叫做开花机器 这种是菲律宾的原生的蝴蝶蓝 是那个蝴蝶蓝 白色的花 它有纯瓣有一些 绿色斑点的 很像的品种 今年我们还有很多 特种的蝴蝶 这些多肉植物呢 它们在那个清凉 跟那个高光环境下 它们很出颜色的 但是我的品种的名字 我都不很清楚 熟名清楚 这一类是 比较小见的 那个 卡苏拉 一些很特种的 那个植物 很多的男生都喜欢这种植物 他不喜欢这种植物 这是一些特种的 它们叫做蝴蝶 蝴蝶是一种 一种艺术的 很漂亮的 这种 那种是三地玫瑰 冬天生长 然后夏天休眠着 跟其他都是刚刚相反的 一些蝴蝶 的玉露 也是属于 白鹤科的 一些小的 多肉植物 这是一些火山时尚的组合 多肉组合 它们非常适合 放在办公室里面 就是放在那个 一般的灯光下面 办公台上面 然后呢 可以长得很缓慢 低管 它每个星期 就可以 啪啪一下 我们之所以叫他兰花教授 因为 不仅仅是因为他博学 而且更因为 他愿意帮助人 他会耐心的 详细的解答各种问题 帮助了很多 兰花爱好者 长知识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喜欢 兰花 这是他这个掌位的名称 Spring and Rain Gardens 你也可以在地图上找到 或者你可以循着这个 小鸟的叫声 来找到他的摊位 这个摊位很好找 这个小鸟呢 叫Northern Cardinal 在多伦多 非常常见 很漂亮 红色通红的 这是熊鸟 雌鸟是橘黄色的 或者是灰色的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 还有更多这个展览的视频 欢迎继续关注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